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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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个品牌呢 我是不认识的 反正就是他们现在拿什么给我 我就用什么 我就整个工作室的社畜 就是他们给我用什么 我就是什么 这瓶是一个韩国人在美国创立的品牌 它其实是一个二次清洁水 它最好的使用方法呢是搭配棉片使用 但是这瓶水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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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 就是它用在脸上很熏眼睛 而且它用在所有有破伤口的地方都会裹辣辣的痛 好像它是一个二次清洁的水 同时它是一个软化菠萄角质的水 但是其实我整个用下来 我没有觉得这瓶水有非常明显的功效 因为它其实用的酸不是那种直接的裹酸 它用的是杏仁酸 因为杏仁酸其实是比较油的 所以它不搭配棉片应该敷感会脏 对我有直接就是用手上过脸过 我觉得也是非常爆兔是非常辣眼睛 接下来呢再讲一瓶水 也是我不喜欢的水 这一期大家看完呢应该剁手的东西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很安心的看 因为这瓶水呢就是优色灵的控油水 我买它回来呢就是因为它说自己是OIL CONTROL 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的OIL CONTROL东西 我都很喜欢用 像它的一个防晒 还有一个控油的一个日乳 都是非常好的产品 但是这瓶水我拿回来 非常俗气的香味 配上大酒精的味道 我其实有点吓到 尤其在欧美里面用酒精的水 其实不是很多 他们不是很爱用酒精这个成分 但是这瓶水真的有吓到我 它上脸就是酒精在敷脸的感觉 而且我用完这一瓶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控油的效果 而且我有去看它的成分 就是它几乎就是一瓶酒精水 它没有其他任何的可以辅助的 不管是舒缓也好抗炎也好 或者是辅助控油也好的成分 没有 这完全就是一瓶酒精 而且这瓶水 它就是价格其实是不贵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便宜 而把它买回来试用 并且这瓶水最后就很难吃得这么多 我是直接爆掉的 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瓶水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耐心用下去了 首先我们大概说过水这个产品 它并不能说能够达到多么牛逼多么厉害的功效 它叫牛皮 怎么老用这种 好复古 你为什么做魔主 就是水呢 它并不能说自己能带来非常好的功效 但是好的水你首先用上去 肤感是非常好的 它后续用其他产品的话 它能达到一个加成的功效 或者说能给后续的产品打一个很好的底 那么我用到比较喜欢的水是什么水呢 这瓶水是Benefico的水 它的包装盒非常漂亮 这品牌可能有人不太了解 因为这个好像国内没得卖 这个品牌呢 和CPB一起 是资深堂旗下唯一用法国品牌命名的两个牌子 这瓶水呢 它其实给自己的取名 是一个小健康水的名号 因为它用到的都是一些植物抗炎的成分 而且重点是呢 它的主要的成分里面 没有主动添加酒精这个成分 大家都知道日气水很爱用酒精 它里面有非常少量的酒精 是因为它的植物提取的成分 而带来的这一部分酒精 但是你用上脸的时候 它是完全没有酒精味道的 并且这个水呢 它有一个淡雅的香味 我还蛮喜欢的 它上脸之后呢 是那种有一点润润的 但是是很轻薄的水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油皮还是干皮 应该都会蛮喜欢这瓶水的 重点是有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酒精 我对酒精不耐受 我是敏感皮 我应该用不了酒精 那如果你有想找一瓶抗炎的水的话 那这瓶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 它唯一的缺点呢 应该就是太贵了 因为它专柜的价格都要接近240人民币 但它只有145毫升 所以按性价比来讲 它并不是一瓶便宜的水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物给的还蛮足的 像三道家夹 然后也包括像健康水里面有的 就是穿骨子啊 这些植物提取它都有 所以它其实是一瓶性价比蛮高的水 用什么用的 刚讲这么久不是讲 它盐吗 你好都是关起来的是吗 就当我剪掉大家说我兄弟 我每年都被它用鞭子抽啊 哈哈哈哈 我们都说 江连来就是小燕子进来害羡骑士了 但是我是母大虫啊 每年都被我骂 我是母老虎母大虫啊 啊 擦地你会回擦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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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瓶水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它就是一瓶很温和的抗盐水 并且它用完之后 以后去搭配其他的产品 都是非常舒服的 它肤感真的做得很好啊 搅完的水呢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精华 先拿到这瓶精华呢 是一瓶 这个叫什么牌子 我也不认识 二十元 反正也是社畜般的 他们扔给我我就用了 我用完之后我觉得 没有任何感觉 同时它的那个味道 我也非常的不喜欢 它是酸透味 因为它用的是普通酸酸内脂 它其实是一个最最温和的一种 第三代的果酸 所以它基本上来说 换肤的效果非常非常低 它只能作为一个软化角质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植物提取 所以相当于一个软化角质 加上抗盐的一个精华 这一瓶呢 也有三十毫升 但是瓶子看去真的非常小 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淡黄色的褶皮质地 但是它挤出来之后 你抹开之后 其实它是有点粘稠的 所以这一点在我这边 我也不是很喜欢 它会影响到我后续其他产品的搭配 因为你看 跟它对打的品牌 辛斯萃 它的那个第三代果酸 就是乳糖酸精华 其实也是这个质地 所以它们做起来也都差不多 那它比辛斯萃的质地还是好一点的 鱼辛斯更黏 然后众所周知呢 我是很喜欢猛药的 我0.3的A唇 我都是直接全脸擦 眼皮都擦 擦都会眼睛都皱掉的那种 所以像这一个呢 我个人用下来 就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任何感觉 我觉得它过于温和了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你也知道天生灵黛玉啊 很娇气啊 然后又不敢用猛药啊 你又想用一些 患肤啊 温和波多产品 那你可以考虑试一下这一支 反正我个人这边是不太喜欢的 或者你本来就在用辛斯萃那支 就是乳糖酸精华 你想换换口味 其实这个应该是跟那个差不多的产品 可以稍微交替使用一下 好 接下来呢 就讲另外两支精华 两支精华是cosmetics的 这两支精华呢 我是同时用光的 所以这两支比对性是还蛮明显的 我那天拿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空瓶 我就问他说 我什么时候用过这两支精华 他说 你用过 并且你当时用完就给了我一个反馈 如果不是他提醒我 真的根本忘记 这两支精华的使用感是什么 因为像这支saron16的话 我用完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这一支refine的 这支小的这支也是更贵的这支呢 我用完我就很喜欢 因为他用完脸很亮 其实他们两个配方思路差不多 他们都是用的是低浓度的A唇 加上一些可以舒缓的植物油脂 然后包括一些植物性的抗炎的植物体曲 但这两支呢 refine它是那种乳白色的 非常清爽的折离之地 然后这支是有一点点偏黄的那种折离之地 两个都是非常清爽的水剂 它其实上脸是很舒服的 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品牌的精华的 因为它所有的精华都是那种非常清爽的 没有哪一个是我挤出来 感觉是那种很医学很油脂很重很难推开的 那种肤感不好的产品 它的质地都非常好 不过除了专门做包裹 或者是专门做一些就是保湿型的产品 一般来说精华不要做的太厚重 因为这样会影响吸收 对而且它会影响其他产品的叠加 对 你还相信在后面就是 我是一只小茶壶 我什么都听不懂 这是你自己买的吗 问这么接 品牌送的 我想说如果品牌送的话 那我也是可以用一下的 可以用啊 仓库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对就是你们想用的话 你们可以到仓库里面直接看上哪一个 打开哪一个就用就好了 这是我们工作室的福利 鬼知道里面灌的是不是有损 我都把东西都已经换掉了 接下来呢就开始讲我在用的乳液面霜 其实本来我们在清库存的时候 涛涛说这一期好像都没有什么乳液面霜 但是结果后来零零总总收一下 发现我还是用了四支的 首先为什么能用的这么快 就是因为拜这支所赐 这一支呢是一支名声在外的一个绿茶乳液 因为它很便宜 所以我就把它同一批买回来的 而且这一批我买回来的东西 好多都采雷 这个也是同时一起买的 这支乳液呢真的是算它便宜 然后大家都说它好用 我就买回来用 它挤出来是那种白色的凝胶质地 给大家看一下啊 抹开的时候非常水润 它有一个塑料的味道 是塑料吗 塑料配一点点酸味 我不觉得是好闻的植物提取的味道 它抹开之后很清爽 一下就干掉了非常舒服 重点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干掉之后它会立刻 没有人给我感同身受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我什么都没用过 我觉得是大概可能过了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左右 它会让你的出油会非常加剧 你的脸上会积一层像油膜一样的东西 大概有两公分厚 两毫米厚 因为就是你擦完它之后 你的那个清爽的感觉 你会觉得哇好清爽好干净 然后就在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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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肤感 所以像这一支我用完就真的不喜欢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肌肤有润感的人 那这支对你来讲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对于油皮不喜欢黏的人来讲 这支你绝对不会喜欢 它出名真的是因为它便宜 它是一个美国原料桶的品牌 然后他们出的东西都是这种非常非常廉价包装 然后但是看成分表给的东西是比较实在的 所以它很出名 它其实里面就加了很多的 包括像白鲁唇 然后包括像茶叶提取 这样的一个植物抗氧化的东西在里面 算是一个便宜大碗的产品 但是效果上来讲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说法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拿来做一个什么 适合做出手霜 因为你擦完之后极客它是干爽的 你就可以去做事可以去干嘛 但是后续它会开始慢慢的变润 你的手也得到了滋润 所以这个又很好的抗氧化效果就拿来擦手就好了 这支我是真的打算拿来擦手 然后另外一支呢 它也是绿茶的乳液 或者说是面霜 因为它自己给自己的名字是Kareem 它就是Toppets这一支 它们两个的肤感就是完全相反的 Toppets那种是上脸之后 反而你觉得会有一个油油的黏黏的感觉在 但是马上你等它挥发干掉之后 你再去摸它的肤感就是非常滑非常仰光的了 所以这两支真的是在我这里是天差地别 当然价格也是天差地别啊 那这支价格呢它要卖到300多400多的样子 然后具体我没有去查证啊 另外这一支呢它好像是70多块钱 而且现在还起价了以前只有50多 对 所以这两支在使用感上来讲也是天差地别 而且这一支是真的会氧化的 因为你看它整个标签都已经变黄了 就是 其实它本来这个地方都是白的 我每次因为你知道我是全手涂抹 然后上脸嘛 上脸嘛 上脸之后我就把它盖起来 在上面肯定是被我粘到了 它就整个都变黄了 所以其实它的抗氧化的功效应该是非常好的 另外两个乳液呢 都是我在不同情况下用的 有一支呢就是这个FAB 它还有个名字要评价版海岚之谜 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哪里来的啊 反正我个人也不是很认可 因为它们的作用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它们放的东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名字 它只是因为它具有比较高的封闭性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修复效果 可以给你皮肤提供好的修复环境 所以它可能取了这个名字 但其实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大家听到封闭性 可能会觉得这个产品会比较油腻 它有一罐那个面霜 那个确实会比较油 但是我在北京非常干燥 然后开着暖气的屋子里 我用其实觉得很舒服的 那像这支乳液 其实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有一点点担心 我会怕它太油 但是后来我上脸之后发现 它擦完之后 脸上的敷感是非常舒服 它是很润的 它绝对不粘密不油 所以这一支乳液其实还蛮舒服的 它是我在用一些猛药期间 会用来做打底的一个乳液 或者说我脸上有一些不适感的时候 我会拿它出来使用 就像最近我用那个A唇 用到就是眼睛这边都已经红掉很不舒服 然后我会用它来打底 作为一个缓冲 在这里就是提一个题外话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学它 就是拿一个尤其是一个专业做A唇的品牌 做渗透做得非常好 它以为0.3就没有事 结果眼周就肿得跟青蛙一样 因为我平时你也知道就是0.5啊 1.0这样直接用的 我也没有就是 但是这个说的也奇怪 我之前就是用那种真的浓度比较高的 我是把它参在其他产品里面用的 那会稀释它的浓度 就上脸眼睛周围是没有感觉的 那会稀释它的浓度 而且你要看那个品牌是不是做得好 因为同样的浓度 渗透做得好和不好是千差必别的 那这只产品真的还蛮猛的 我现在在用这些为A的产品呢 就是因为我之后要出为A的专题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 我一点都不期待 你还年轻 你也会老的这一天 你并不会年轻多久 等于老的那天我看你哭 我现在手就比你了 另外一支呢 是上水河基的这个极光亮采换盐乳 它是属于极光亮采系列的一个新产品 大家都知道极光周围精华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支精华 而且那支精华呢 其实它的质地也是完全可以代替乳液来用的 我用它的机缘巧合是我在用很多猛的产品的时候 我会发现脸上其实会变干 所以会用它来做一个保湿 和上水河基品牌呢 还有一个修复系列 它是粉色的包装 然后那个系列呢 也有面霜 也有乳液 然后还有一个基底液 这完全不是一同一类的东西 那个是完全的走一个清封闭 然后修复 然后建立你屏障的一个红件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属于一个植物抗炎类型的一个产品 对我为什么会提出来 就是因为它那一支乳液是粉色包装 跟这一支长得非常像 它只有这个logo的花纹这个地方是改成了粉色的 大家注意不要买错了 因为那个系列的乳液和面霜都非常油 它的面霜其实还勉强可以接受晚上可以用 它那个乳液就真的是油到你 能够感觉到很强的封闭性在脸上 一层厚厚的油盖在脸上 所以油披的同学要千万注意不要买错 这一支质地非常清爽很喜人 它这一支的质地甚至比烧水合肌重点精华乳还要清爽 它这个挤出来就真的是白白的 然后就是水一样 它一化开就是水一样非常清爽 所以这一支我还蛮喜欢的 它同时又有一些美白抗炎的功效 后面是它才很便宜它才99 而且它有时候还会打折 为什么会拿出来在这边讲呢 因为我知道少艾斯我们不是刚赚空油的主题嘛 就很多人说 醒醒北方已经开始保湿了 已经开始进入秋天了 所以其实我知道大家会开始有一些保湿的需求 所以像这种乳液大家可以考虑买一些过来用一用了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一期空瓶大家不用大出鞋 因为有一些产品是我个人很不喜欢的 还有一些产品也是我个人觉得好用的 但是不喜欢的占多数好用的占少数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考虑买一些产品回来试用 那么下一期我们再见咯 拜拜